請聽到 他說受五戒 而能持戒親近的 那可說是縱福之所歸 如得了摩尼寶 一切珠寶都會來歸幾樣 這摩尼寶可以伸出一切珠寶來 由以慈見獻身不犯國法 受到社會的尊重 真是人天歡喜 天龍護齒 邪惡的鬼神退避都來不及 所以世事吉祥 慈界的不做一切罪惡心地親近 暴身人間天上 也可為定位所依 引發出世的功德 五戒的功德實在是說不盡 我們來講就是說 你如果持五戒 那決定可以得人生 那五戒當然也有持得圓滿不圓滿的問題 一樣是殺生戒 他就分很多 但是殺人是重倦 殺其他的動物又分 所以他基本上有圓滿不圓滿的問題 這個其他的五戒都一樣 那五戒重等就不傷害 不傷害不一定救護眾生 你只是不去傷害眾生 就好像說不偷盜 不一定會布施 那麼不殺人 不一定會去救人 這個是這樣子的 但是你只要不悍 那麼你至少就可以得人生 如果你進一步再能夠去救濟利益眾生 那麼這就時善 看你時善的程度 就好一點的話就可以升天 升一戒天 其實是這樣 所以五勝共法裡面五戒是人稱的 時善是升天法 禪定也是升天法 就一戒天跟受一色戒天的問題 就是這樣 所以他這裡講 這個暴身人間天善 它是個基礎 加行日夜戒隨順出離者 日夜戒 以日與夜是八關災戒 禁戒的第二類是八支災戒 那八支就八條了 也叫做禁住戒 八支戒是 老師這裡是把不非時時 算在裡面叫八條 那麼有的是 有的是八條是 那麼加不非時時是九條 那麼不非時時叫做災 那另外八條叫做戒 加起來叫做八關災戒 有一條災 有八條戒 其實是這樣 好 那這是兩種不同的說法 八條戒是第一個不殺生 不偷盜 它重點在五戒 它是不贏 所以八關災戒是 在家人受出家戒 那我們前面講過 五戒是重點在不傷害眾生 那麼八關災戒是 近一步重點在靈域清淨 好 所以它是出家戒 它是在家人修出家法 在家人受出家戒 但是因為它是在家人 所以它不能盡情受受 盡情受就變成出家人 它是有家庭的 所以它是它要種出家戒 都在善根 它要學習出家的戒法 那麼所以它一天一夜 受八關災戒 其實是這樣 那這個佛陀依照當時 婆羅門的習俗 大概在所謂的災日 那麼受這個八關災戒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這個災日 好 所以它說這個是跟五戒一樣 但不云戒在受戒期前面 就是夫婦的陣緣 也絕對禁止 與出家人相同 所以但說不云 就殺到遺忘 不相互犯第六條到第八條 都是出家戒 重點在禮遇 重點在禮遇 包括第四條也是 銀也是禮遇 重點在禮遇 好 不相互犯 延伸 那一般是講 想相信不著相互犯 那麼不相有徒生 是是這樣 不歌舞昌跡 不顧往關天 所以歌舞昌跡 顧往關天 那有些講就是不相互犯 然後不歌舞昌跡 這個是兩條件 因為它其實它是不一樣的東西 那是不得而塗抹脂粉插花 它解於嚴厲貴重的手勢 歌舞是不能看不能聽 自己也不能做 不顧往關天 就是不做歌舞昌跡不顧往關天 第七個是 不得做高廣嚴厲的床作 這個是印度人習慣那個有錢人 它那個床高廣大 表示它的莊嚴 或是表示有錢有事這樣 那這種是一種 第一個 一個是它的床 一個是觸覺上的享受 一個是心理上的享受 那八觀災界這八條 第八條不會是死 我們來看 那基本上是這樣 八觀災界 有一條是不著相互犯 一條香花 一條香花慢 然後不香油塗生 這慢怎麼行 我記 不香油塗生 印度人很會 就是香水 印度人是那個香油 另外一個是 不歌舞昌跡不顧往關天 這是第六條 這是第七條 不歌舞昌跡 不顧往關天 自己不唱歌不跳舞 也不是看唱歌跳舞 你要看印度人喔 印度人是唱歌跳舞很厲害的 常常都是有的 那麼 有些是分 分成一條 老師這裡是把它分成一條 那有些是分成兩條 那麼 如果是這樣的話 然後第八條 就是不作握高廣大床 不作握高廣大床 那我們來看這個 高廣大 那我們說過八關災界 第九條災 災就是 或是他這裡是 這裡是一條 七 六 七 然後災是八 不過一般的說法就是 有些分做八條 然後災是這個 不非十四 那前面就是五界 但是五界裡面有一條是不隱 不隱 五界中的不隱 那不是不寫隱 差別在這裡 好 那我們來看 我們說這個八關災界 重點在理欲 理欲清淨 八關災界重點在理欲清淨 八界 就理欲清淨 重點在理欲裡 因為理欲 那所謂清淨 是這樣 就是犯罪 清淨 心清淨 主要是心 心 主要是心 理欲清淨 好 那我們看這個五欲 欲有五欲 欲有五欲 那五欲就是什麼呢 就是色身香味醋 比如說五欲是色身香味醋 色 身 美色 美身 美味 醋 醋 醋就是醋絕 這個是五欲 所以要理欲五欲 去五干 這是五欲 那你出家要趨向解脫 你就是要理欲清淨 你才有辦法 那你現在在家要受出家間 你當然 你當然也要理欲 既是一天 一天的理欲就有一天的理欲流 它有一天的善根 你就種下一份出家 去向解脫 你就去向解脫了 那你看香花曼 這個有香有花 那主要是香 跟花 那這個是色 色跟香 好看的 花曼就是一個花 莊眼 所釋還有的沒有的 還有香 香花當然還有香 有香 有色有香 歌舞昌記 唱歌跳舞 聲 跟觸 有 聲 唱歌跳舞 聲跟什麼 觸 座禍高廣大喘 主要是觸 這是身體的感覺 然後 非之死當然 這個就牽涉到 這條跟這一條 所以五欲裡面 五欲裡面 五欲裡面這個 我們來看 我們之前有講過 五欲裡面 五欲射身相偽醋 隱石男女 隱就是 конф 藍女 這個 我們講 五欲裡面 飲食 藍女 五欲射身相偽醋 那五欲射身相偽醋 那么饮食 这个是杂兰的 色好看的 什么叫色香味俱全 然后口感就是这样 饮食是四溢杂成 四溢杂成 男女也是主要的 四溢杂兰 都是四溢杂成 男女 男女就是色好看的 声音 然后香味 然后醋 味觉的比较没有 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比较重的 所以他会比较 儒家讲人之大欲全焉 就是这个 这个是人的最大的一个 一个欲望 就是品质跟男女 所以你看八观灾气的重点在领域 其实讲的这个 就是你平常在家 当然这些都有嘛 尤其印度人 唱歌跳舞是很厉害的 印度人的食物 咖喱那个什么 那个味道也是很浓的 香啊这些的 好像就这个 所以你平常这个 这个其实就 五欲就放异了 然后隐身烦恼 容易啦 久了就是 然后重欲就隐身烦恼 容易遭业 隐身烦恼然后遭业 然后遭感生死 就这样啊 那你既然 你如果是照做恶业 遭感生死 受苦 照做恶业 照做恶业 然后遭感生死 那你既然 你既然要修解脱法 因为出家戒是解脱法 八观在戒是出家戒 在家人修出家法 就是在家人修解脱法 所以他是既然 就算只是一天旅夜 他也是解脱法 所以 基本上既然是解脱 就要离遇 那如果是五戒 他不遭到解脱法 他是幸福圆满的方法 他是人天 但是就是让你不受苦的方法 但他不去这样解脱 所以他就不一定离遇 所以在家没有 在家只是不嫌疑 你不去伤害别人 五戒只是不嫌疑 但是他八观在戒 把他改成不远 其实是这样 就是五戒里面的不嫌疑感情不远 那再加上不灰死死 那饮食跟男女是最大的欲望 然后其他的 印度人的习惯 摄身相胃畜 这些节制 在这一天隔离 节制 那你这一天过了之后 你当然就可以 因为你不可能长期 长期你就该去出家了 其实就是这样 隐身繁衡 会照折胃 所以你一天一夜 受八观在戒 其实就是在这一天 一日吃家 短期出家 这一天 好 我们往底下看 重点就在这里 所以受八观在戒的重点在离遇 那不是戒条的问题 是你的心要离遇 如果你一面受戒 一面想说 等一下我出去要吃什么 要吃什么 等一下我这个八观在戒 晚了之后 我要去跳舞唱歌 類像这样 那你这个心还是在欲望里面 那个就身体受八戒 心不受八戒 那还是没有趋向解脱 所以我们去受八观在戒 重点在那个心又趋向解脱 又比喻 这个是重点 而不只是 我只是不吃 我只是不看 我只是不跳舞 不唱歌 但是我心里面很想要 这样就意义不大 意义不大 所以因为 我们都有可能去受八观在戒 而且在家就是 应该要去受八观在戒 就是培养那种 出家的善根 其实不是出家 出家是为了解脱 培养那种解脱的善根 跟解脱的英美 其实很好的 那有可能趋向解脱 甚至说 假设这一生没有办法 那么下一生也有可能解脱 你可能在家的时候 就跟出国二国三国 为什么 因为你有趋向解脱的这个意愿 跟趋向解脱的这个善根 所以你有可能 你未来是不一定出家 但是你有可能正国 因为正国就去向解脱 绝对会去向解脱 或是你有可能 以后有出家的英文 那都来自于 你有这个要出家解脱的性 记得出家是为了解脱 出家是趋向解脱 那不是投契了 穿不同的衣服 这样 不是这样而已 那么受八观在戒也是这样 是为了要趋向解脱 不只是说 因为受八观在戒有什么功德 所以我要去领受这个功德 所以我要受八观在戒 不是这样子 这样也不符合八观在戒的意义 像五戒是不害 不伤害众生 八观在戒是 不但不伤害众生 而进一步要趋向解脱 那这个是重点 所以 所以 他这个八条 那导师是把它写八条 我们是把它写九条 那包括斋 那特点 他的特点除了五戒之外 五戒的基础上 再进一步 就有这个 不走香花瓣 不相有毒生 不割武昌记 不顾碗关丁 然后不作祸高管大厂 这个都是色生相畏处 要这个领域清醒 好 那我们往底下看 不灰时时 非时就是 这个时间不对 那非时 基本上就是超过正义 如果要严格一点就是 认证当中 过了就不吃了 那日证当中到什么时候 严格一点 严格一点就是 春夏秋冬不一样 有的是11点是15分 就日证当中 有的是12点 有的是12点15分 大概在这个时间里面 那大部分你就可以想说 我就中午这一餐 在1点以前 或12点以前 反正就可以 如果你 因为他重点不在时间 重点在你不贪吃 你不多吃 你不为了饮食 你不贪那个味道 不贪那个色香味 不贪那个口感 你不贪 重点在领域 重点不是几点几分不吃 重点不在这里 所以你要做出那个重点 大部分在这个重点在领域清静 而不是这个几点几分 先剩下2分钟 1秒钟 吃了还没推下去 趕快突出来 当然你要清静也可以 因为你就照戒律 来讲是这样 但是戒律的精神是这样 领域 我就吃 但是我不贪吃 所以他这里 过午不时 过了这个午 那如果你上班 上班你12点才下班 你怎么吃都会过午 那就不行了 所以你可以 比如说在 比如说1点半上班 在1点半以前 那么我们不吃 或是在1点以前 那么吃完了就不吃了 或是在中午这一餐 2点以前 2点如果2点你上班 那你吃完晚一点 那没关系 你就过了这个餐 晚上就不吃了 所以就是晚上不吃了 也不吃消灭了 那就是中午这一餐吃完了 我就不吃了 那严格一点 即使佛陀时代就是日中一死而已 常态性的是日中一死 就是只吃一餐 因为他拖拖子拖一次 他不会拖两次 他偶尔拖完拖之后 还有人请去运供 在中午以前还是可以吃 其实是这样 基本上 如果你受罢官再接 因为很多人受罢官再接 这个问题有时候会很困扰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受了罢官再接 但是我要上班 但是大部分受罢官再接 那一天都是不上班的 但是如果说好 受罢官再接 你不能打扮吗 其实是可以打扮的 因为你如果都不打扮 去好像也很不礼貌 人家规定 或是你是处于那种 比较高层的 也不礼貌 也可以打扮 都是不能打扮 但是就不要农庄厌魔 就是这样 就不要那个 彭桑姐妹很严重 农庄厌魔 手势少 保释道的很多 就是尽量樸素 那个就是 他的道理就是在这里 那你说 那我不歌舞 上面是不过关键 我不唱歌不跳舞 是可以的 但是我出去公司都放音乐 我都听到了 怎么办 那有没有犯戒啊 没有 又不是你 你不要心里面跟着唱就好了 那你听就听了 这个事 那你就是警觉 我不要随着 我不要随着这样放音 那你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你走出去 人家一定会唱歌跳舞的 那怎么办 就算倒垃圾都有歌舞啊 对不对 就有一条歌啊 少女的祈祷 那你也不能不听啊 是不是 那你说怎么 那我这样是不是犯戒 没有 不是 重点不在那里 重点不在有听到跟没听到 重点是在于 你又没有那一种心 跟着唱歌跳舞 是在这里啦 所以我们要抓住 那个持戒的重点 那不然除非你关起来 都不要出去 那你出去就有唱歌跳舞了 有唱歌 你就放音乐啊 就是开车过去 有这样音乐放很大声 你也没办法 就垃圾车开出去都有音乐 那你说 那我这样不故障观听 不故意 不故意 那你因为你有受戒 你就会准备自己 我不要随着他唱歌跳舞这样 那我也不是故意要去听的 所以是没关系的 好 那有一些道场 为了让你持戒亲信 你说八观这件 那一天说完 你就在道场里面念法 念法 一起住到明天早上 你才走 你才离开 有些会这样 但是实际上 实际上有一些都是 你说完八观这件 你就回去 那这一天你收射你的身心 克制你的欲望 鼓欲 其实是这样的欲 那这样其实就是你反而有力量 因为你会截止 因为 戒就是返回职 而且你在 你在五欲中 你会克制五欲 这个其实就是佛头要教你的 而不是给你 给你用到一个 一个完全没有五欲的境界 然后让你也不会犯的 其实不是这样 而是 而是 你有那种克制自己的身心 离欲的那种力量 就是我在欲望里面 但是我是不会随着欲望 流转的 你有那种力量 你要培养这种力量 主要在这里 所以有些人不知道 就是 就是在那种小事上计较 重症要计较的是你的内心 所以好像说过午不时 那因为我过午不时 晚上没吃 所以我把我上的份都吃起来了 那你增长那个贪力 那其实不必要 那你如果说比较饿一点 那你多吃一点点也可以 但是不要因为这样 因为晚上不吃 就增长贪欲 就越吃越多 那这样其实就不符合 不符合自戒的本意 其实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知道 五戒的重点在不伤害 八观下一戒的重点在理欲情境 你要装出那个重点 这样持戒才有道理才有意义 不然你持的都是什么 都是形象的 借而为 就是注重那一种 时间啊 地点啊 形式上面 那这样其实没有达到 没有达到你相解脱 因为理欲情境是要相解脱 解脱是心解脱啊 又不是生解脱 又不只是我不吃就解脱不吃 而是心不贪 心不学武欲而得解脱 并不是因为我不吃不听不看 那解脱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道理 你不明白道理 好一点的四倍功半 做了很多才得到一点点 那么更差一点的叫做徒劳无功 这更差的叫做背道而耻 越低越远 那徒劳而耻只是做了 做了没有什么用而已 那背道而耻是 不但没有用还有伤害 那就更糟糕了 那好一点的是做很多 得一点点 但是你了解道理就不会 你做一分就得一分 做十分就得十分 所以道理很重要 你没有道理 你单单这样做 所以要不是四倍功半 不然就是徒劳无功 更糟糕的就是背道而耻 未得其力先说起来 那更麻烦 辞戒辞戒进取 反而与道不相应 不是徒劳无功而已 背道而耻 与道不相应 反而是占道 不但不能助道还占道 有些就这样啊 所以我们 这学习佛法很重要 就是观念非常重要 观念不对 他做很多 会到几十年的刻骨修行 都不能成就 反而离道越远 会这样子 辞戒也是这样 好 所以他这里讲 后面三条件 其实跟出家人很一样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四条 其实就是离遇了 离遇清真 他说不飞食指叫做灾 后来我们灾就变成吃素 变成吃素是灾 那回教也有灾 但是通常灾就是 灾就是念过经的食物就是灾 做过处理的 那回教也有灾戒月 等于我们再来讲 这个六灾日 四灾日 十灾日 也就三种 然后还有三灾月 一般讲这个 那灾都是指过处不死 不是吃素 不过后来我们的灾都变成吃素 所以吃灾变成吃素 变成是这样 但是灾应该是过处不死 那过处不死只是 包括过处不死跟不隐移 基本上是这样 那后来过处不死主要是指灾 就灾过处不死 那么在家佛地址不能出家休息 而对于出家生活 却非常的羡慕 钦佩羡慕 所以佛自八界 就八观再界 为在家地址的家行 就家公用行 再进一步 一日一夜慈见 这是随顺出离行者 就是阿罗汉 学习景言淡薄的出家生活 其实就是离五欲 淡薄五欲 对于世间的五欲淡薄 其实是这样 受此界的 禁于深切或阿罗汉而住 就是向解脱 重点就是向解脱 向善 向善 向解脱 五欲只是向善而已 向善 向善而已 它不一定向解脱 但是它是基础 八观再界是向解脱的 五欲是终生词的 但到底是在家地得血 所以短期来学习出家语 受此八欲 如在家受不着死经营界 就是正式出家的善秘界 善秘界就是八观再界 不着死经营 因为不非只是第九条 不着死经营是第十条 这十条就是善秘界 善秘善秘界 那就是出家界 重点是这样 在家人需要拿钱 所以基本上在家人受出家界 八知灾界就是八观再界 佛知一日一夜受此 一般都在六灾日 那我们来讲这个六灾日 这个六灾日 基本上这个灾日 我们先知道 这个灾日是 灾日是佛陀时代 一般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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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灾日在南传 在泰国叫做佛日 他们叫做佛日 他们的日历上有印佛日 一样灾日 灾日基本上是 一般我们知道的灾日分三个 四灾 这个应该是最古老的 四灾日 六灾日 这是最常见的 六中二十八经的 他讲六灾日 十灾 地藏经 一大圣经的讲十灾 大概是这样 初一 初一 初八 一般都用农历的 初八 十四十五 没有初一 初八 有些也有初一 我们讲六灾日来讲 初八十四十五 然后再加 二十三 二十三 然后混九三十 九三十 这个是六灾日 这个是六灾日 那这个是黑月白月 白月黑月 印度人分黑月白月 那这个是 这个是白月 这个是黑月 越来越来越来越没有 白月黑越 那假设白月黑越 那假设白月黑越 那四灾日是四灾日是 四灾日是 四灾日是怎样 这个是最初的 比如说这个早期中国也是四灾日 百丈清归里面也是列这个四灾日 丛林里面都是四灾日 那或是说 意见去印度流血 他记载的这个印度的行使也是四灾日 四灾日就是初八 然后十四或十五一天 因为容易是这样子 就是这一天 有时是十四有时是十五 那有时又是二十九 有时又是三十不一定 这个写错了三十九三十 二十九三十 那基本上他们是 一般是这样 七天过后有一天休息 所以第八天 然后第八天 他会过七天 就十五 那有时候提早一天 就是因为越远越缺的问题 越远越缺的问题是十四 所以十四或十五 这就是四灾日 四灾日就变成初八 然后十四或十五 其中一天 最后一天 这个月的 这个月的第八天 跟这个月的最后一天 那有两个月 黑月白月 所以就四灾 就二十三 又第八天 或者是第七天 然后二九或三十 不一定 就是四灾日 那六灾日就变成 连续两天 十四十五 就最后的两天 这个月的最后两天 然后就变成六灾日 那十灾日又加进去了 十灾日又变成 十灾日就加 加变成这个初一 然后二八二九三十 联系三天 初一 十灾日就变成 就加上初一 初一也加进去 然后加上六灾日 初八十四十五 然后十八 初一 然后十八 加上这两天 然后最后三天 十四十五 它是怎样 初一 初八 十四十五 十四十五 这个四天 然后十八 就五天 然后后面还有五天 就这样 二三 二三 二四 二八 它里又不知道什么 然后后面三天 二九三十 大概是这样 一二三四五天 这是十灾 六灾日就是这里 四灾日就是这里 基本上有这三种 后来还有一个三灾月 就是一个月 一年有三个月 十灾日 三灾月 那泰国都是四灾 就一个月有四天 这都佛日 那早期的丛林也是四灾 那后来就流行六灾 那阿兰金跟大资论里面都讲六灾 而且他是提到 为什么要受此六灾 他讲到这六天 大资论里面跟阿兰金讲的不太一样 阿兰金是说这六灾日 那么天王 四大天王 或是四天王经 你们讲 四天王会下来巡视 那有一天 有一天是派使者下来巡视 有一天是派王子 比如说出八 四天王会派他的大臣 来人间巡视 有谁做善事 做恶事 那十四 四大天王的太子会下来巡视 到十五的时候 四大天王本身自己下来巡视 所以你这个时候做善事 有些人就想功德会多一点 但是如果这样讲 其实是不合乎佛法的 因为你做善事 并不会因为有谁看到功德就会多 没有人看到功德就会少 这样不合乎 而且功德也不是四大天王给你的 四大天王来看你布施 哇你这个人会布施 好给你祭一笔 这个布施的功德增加百分之二十 哪有可能这样不合乎佛国理论 就是说你布施功德会增加 是因为你这个心出色 你这个心虔诚专注 那么这种功德才对 或是说你布施的人 前面讲过 是因为你的心 你布施的人 你布施的东西 影响你这个布施的功德 你布施的心 你所布施的东西 珍贵不珍贵 那么难得不难得 多跟少 那么你布施的人 珍贵不珍贵 那么影响到你布施的功德 并不会因为天神下来 看到你布施很高兴 就多给你多功德 那是不可能的 没有这样道理 但是后来就变成说 这几天 这几天做善事 功德会增加几倍 哪有这样事 这个是鼓励性的话 这样讲当然是会鼓励人家行善 可是这样也不合乎业果业理 因为功德又不是四大天王给你的 又不是天人给你的 他怎么可以增加你的功德 你也没办法 但是鼓励人在这几天行善 那也是好吃的 这个是阿罕基摩斯四天王节里面讲的 就是说他也没有说增加功德 他只是说这几天 比如说这个初八四天王会派他的大臣下来巡视人天 他如果有人行上他就很高兴 那这个十四 他派他的王子 他儿子下来 那十五四天王自己下来 那一样六灾律他们会下来 那大制度人讲的不是这样 大制度人讲是说这六天 这些鬼神不好的鬼神都会出来 那你如果这几天做善事 你就比较没有事 如果做二事就容易找了这些鬼神 所以这几天最好持栽戒 就不会做二事 不杀到遗忘 然后也不去唱歌跳 因为那些这几天好像鬼门关开一样 诸事不宜 所以那些放逸的不好的事都不要做 这样讲就是让人家这几天不要到处做 也像这样 那这个是大制度里面提到的 就是印度人的 有这种说法 但是真正的说法其实是 是第一个 第一个这个是印度的洗手 四灾日或六灾日 他们在这几天可能放假 没有做事 这几天好好休息 不是好好休息喔 是好好休息 因为其他时间都在无意里面 不容易嘛 要运筹 要喝酒 要干嘛 那这几天就好好休息 那让心清静 那佛教徒更要这样 其实是这样 那增长一些功德 趋上解脱 其实主要是这样 随顺印度 第一个随顺印度的习俗 那当然也有可能说 跟这个 跟人的身心也有关系 比如说 越远跟越缺的时候 人的心就容易躁动 什么十四十五二九三十 也就是像这样 也有这种说法 好 那这个是罢官载戒 所以八支载戒 否置余悦者 一般都在六灾日 初八十四十五二三二九三十 初八十四十五二三二九三十 六灾日 对 二三二九三十五 那么这是印度习俗 布施修善的日子 那我们说这个是最常见的 就是六灾 但是更早的可能就是四灾 南传的都是四灾 四灾不是六灾 悦传的早期 悦传的基本上都是以六灾日 后来地藏经游行的时候 就有十灾日 所以是这样 好 那说这一天 大抵到四月里面来 请阿舍尼传授这日月见 一天一月 但是后来也有三灾月 第一 一年有十二个月 一月 五月 九月 这三个月 二十三月 也有的 那当天辞见 阿舍尼是什么 阿舍尼就是导师的意思 教授师 诡犯师 那这叫阿舍尼 那一般来讲 就是有五种 如果一律点来讲 有五种阿舍尼 那么出家的阿舍尼 受戒的阿舍尼 如果从律点来讲 他基本上 就只讲两种 就是清教师跟鬼犯师 清教师跟鬼犯师 你常常看到律点里面都说 一指这个 牧师语学士论里面 或是部分里面 清教师跟鬼犯师 他都是这么讲 那鬼犯师就是阿舍尼 鬼犯就是教导无归隐的 告诉你什么可以 什么不可以的 基本上都是常常讲 清教师的 清教师可能就是你医子的 医子师 然后跟你住在一起 那一般讲 这个阿舍尼 一般讲五种阿舍尼 清教师比较 有些是像出家所医子的 那现在有分开了 就是你出家都剃度师 那你剃度了之后 你可能离开你的剃度 就是医子 医子谁 那又是另外一个 就是医子师 那一般就是 你出家的就是你的医子 那出家都是教授你的 有些是合在一起的 但有些是分开的 那就不一定 好 那说到这一种 这一种鬼犯师 这阿舍尼 这种鬼犯师 那有五种阿舍尼 五种阿舍尼 出家的 受戒的 教授的 受精的 跟医子的 这有这五种 那受戒的又叫做 解母阿舍尼 那一般出家有三师 那其中 出家受戒的教授 这个是三师 要三师七正 这也是我们顺便说 那当天慈戒不得悔 到了明天 明日天光 东方花白就先告完毕 到底是几点 那基本上是用看 就是明相出来 就是太阳出来 那太阳出来 那太阳出来到多久才算 一般像是有一个 有一个规定就是 你手伸出来这样 看得到你的手掌的 当然是没有日光灯 日光灯就半夜也看得到 就是你 你没有光的身上 你太阳出来这样 你出去外面这样看得到 手掌的 大概就是明相秋 是这样 如果生出来还看不到 那就不是 就是没有灯光的状态下 就是在日 太阳出来有光 出来到什么时候 你才知道说 我这个可以 可以才可以吃饭 那回家的灾 也是不吃 但是他不是过午不死 他是 他是这个白天不能吃 但是晚上可以吃 是这样 但是严格的话 就是水也不能喝 那一直到明相出来 一般都是明相 那这一天就算晚了 你戒体就自动没有 你不用舍戒 自然就舍戒 那五戒不是进行受 除非你舍戒 跟别人讲 我受过什么五戒 我今天要舍 五戒全舍 或是我要舍 不杀真戒 舍不偷道戒 一说完就舍了 要舍我说才用舍 没有说就没有舍 八戒不是 八戒是 你受戒 因为当时就只收一天里面 所以明相出来 你就舍戒 明相还没出 你就不能走 你不能半夜起来吃饭 那这个 明相还没出来 那这个就是 他就是犯戒了 其实这样 如果下次要再持戒 再请师长传授 那印度都是摘一日 就是这几天是放假的 这几天比较没事的 就这几天去受戒 其实这样 在家人不可能长期过着出家生活 所以佛之一日一夜受持 但有的以为不必限定一日一夜 谁受戒忍得发心 三日五日一夜都没有不可以的 那一般来讲 八关灾界就是八条 那时间就是一天里面 然后受就是要有一个法师帮你受 但是有一些方便就是说 他也不一定每天受 就是说我发心要受三天 五天 两天 一个月 那我一次讲 我就一次受三天 不要每天受那么麻烦 我每天都要来受麻烦 那如果或是说我在佛前自己受 我今天要受此八关灾界 那就是 那就是 有些说也可以 就是说不一定说要出家人帮你受 因为这是在家 在家要受出家戒 要有阿瑟琳 阿瑟琳就是要有出家人帮你受 但是有一些 但是有一些比如说 他父亲没有试验或是 不用我请到出家人 那开远 那么我在佛前自己受也可以 也可以 那另外一个比如说我也就受过菩萨界 那菩萨界里面就有规定 六灾日要受持 六灾日就是要受持八关灾界 那我就不用特别 我就知道我今天二十三 我就要受持八关灾界 我也不用刻意在佛前受 或是你自己在佛前受八关灾界也可以 我不用出去找师父帮你受 因为这六天我就是要受持八关灾界 这是菩萨界规定的 那我就六天受持八关灾界 那么时间到了我自动就要受界 自己就离遇清君 那这样也是 但是你要比较严谨一点就是 我这六天就去受八关灾界 去实验受八关灾界 那如果没有办法这样 那就是我这六天我就自动受八关灾界 我心里面自私受 我自己想我今天二十三 我就受八关灾界 那我就受八关灾界了 其实是这样 那这个是你谁帮你受 在什么时候受 一次受受多少天 有一些开远 就是你要找谁帮你受 一般是找出家座 那受多久 一般是一天 但是也可以一次受三天 一次受五天 那在什么时候受 一般是六灾日 那有的是四灾日 有的是十灾日 那如果说那我二十三这一天 我不行 刚好公司要聚会 你不去又不行 我是主管 那怎么办 那又要晚餐那怎么办 那你也可以 那我就自市长 23不行 我改24 基本上也可以 因为重点就是你有几天 重点是你有几天你要 你要持领域清晰 要在家人修出家法 重点是这里 但是如果能够坚持 我就在这六天说 那更好 更好 或是说四天 但是一般都讲六灾 但是其实也有四灾 也有十灾 那南传的基本上就是四灾 好 那这个是 这个是 谁受戒冷的发心 他说一次受三天 五天也可以 那自己受也可以 他说比起五戒 八观灾戒要轻人得多 当然了 因为不远 不血远变成不远 然后还要过五不死 不歌五昌记 他其实就是淋雨 因为所以他才向脱坡 所以你说 观众向寿经里面 你有持八观浆戒 跟年持八观浆戒 你往生的品位是不一样的 所以八观浆戒就是中品以上 他说八观浆戒要轻人得多 但五戒是终身受持 也自有胜过八支戒戒的地方 现在是讲戒戒 所以五戒跟八戒的功德 随受持者 随持戒的受持情况而定 很难说谁优谁练 五戒比较好还是八戒比较好 都好 八戒是趋向解脱 八戒是向解脱 但是只是向解脱 因为他毕竟一个月只有几天而已 但是还是 因为他毕竟是 有几天是休息领域出境的生活 还有五戒为在家地址的正常戒型 八戒只有一天五夜 有时候也容易 像我们过几天就要去监狱 就要监狱的受刑人受八观再接 我已经去那边都能受过十几年了 因为他们也不太可能犯了 那那一天 那有时候他们有时候饿了受不了 有时候八观再接就 有时候会开源就是 那过五不死就不要受了 那时候会这样 那基本上好一点还是可以吃 因为他们在那里不容易犯接 但是还要有心 还要有心 并不是因为你不容易犯的时候你才受 而是即使会犯 因为你要有那种克制 克制情欲 然后我要向上的这种心 重点是这种心 然后在家人其实应该要常常 有机会常常去受八观再接 所以它是五戒是正常的戒型 八戒是进一步学习出家解脱的生活 重点是出家解脱 那么解脱一定要是领域 才偶尔受此八观再接 但也有不能终身受此五戒 却发心短期修持八字再接 也有的 虽处例外 但佛法以导人向上为主 首语也认为可以 重点就是让你向上 然后让你提升向上 最后可以的话就向解脱 主要是这样 好 那时间到 我们今天就讲到八观再接 好 大家合掌回笑 愿于此功德 愿于此功德 富极于切 富极于切 佛等于众生 佛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皆共臣佛道